勒培園的英文教室 英文测验篇第72期 像我们看到英文考试的时候 我们看看怎么答题 我们先念一遍 What time do we have to check out tomorrow? Have to check in tomorrow? Have to check it tomorrow? Have to check out tomorrow? We have to leave our room by 9 in the morning An agreemen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at's been reached So the USA government will soon alleviate Will soon accelerate Will soon extradite Will soon dissipate The Colombian hijackers from Bogota for try America British food has been influenced by many cultures By the foreign meal By the vegetarian meal By the traditional meal By the exotic meal of fried fish and chips It's due to popular fish Due to increase competition from certain travel agencies Local travel agencies were forced To rise the price process Forced to lower the prices Forced to enlarge the prices Forced to worsen the prices To payager tourists To attract tourists Even the rising population in Burmese economy A proud of greater benefits to South East Asian countries The major problem of traffic conjunction A traffic congestion A traffic intersection A traffic connection A traffic connection Has resulted Leading to pollution and delays Rx rzeczywiście 这幾題 啊 有些有點難度啊 一樣 譬如說一個人說 What time do we have 我們什麼時候呢 Have to is必須 哪些必須 要怎麼 明天要怎麼樣 這個這樣子看不太懂意思 明天 我們要什麼時候要怎麼樣呢 另外一回答 We have to leave our room 我們必須要離開我們的房間 9點鐘 要9點鐘 那就是看起來就是要退房 訂房間要退房 這樣看起來意思就是 我們明天幾點要退房 要離開房間呢 然後另外說 我們明天早上9點要退房 要離開了 可能要去開會 要離開到下個行程 Check out 因為他這邊是離開嘛 所以不是住進一定是退房 所以Check out是對的 Check out就是我們一般講Check out Check in是住進去 所以我們一般到飯店第一個Check in 要辦住房手續 看你有沒有預訂 如果有預訂的話就跟他說 來我是訂幾號 我叫什麼名字我證件給你看看 譬如說國外就拿護照給他看 Check out就是退房 Check in進去嘛 Out出去嘛 Check in是檢查一下 這邊這個要退房嗎 這個跟檢查無關 Check off 它也是檢查的意思 這兩個檢查都無關 就是我們一般講Check in Check out 住進旅館叫Check in 退房就Check out 所以我們就選Check out Agreement Agreement本來是同意 它另外一個意思是 條約 Agreement 因為國家之間就是條約嘛 就不是同意 這個兩個國家簽了一個 一個協議 或者一個條約 has been reached 就是達成了 達成了 所以美國政府 就是美國跟另外一個國家簽訂什麼條約 所以美國政府呢 將會很快的怎麼樣 哥倫比亞的hijacker就是 比如截擊犯 截擊者hijacker 會怎麼樣把哥倫比亞的截擊者 分到Burgata Burgata Burgata Burgata是什麼地方呢 因為Columbia Columbia是國家 Columbia就是 就是哥倫比亞的 或者哥倫比亞人 那哥倫比亞是Columbia 那哥倫比亞的這個 然後那個Burgata是它首都Burgata 所以哥倫比亞中美洲啊 靠近美國 在墨西哥南邊 很麻煩就是 毒品很猖獗啦 毒銷很猖獗 墨西哥也是 所以他這個 所以他這個 Burgata呢 可以怎麼樣把哥倫比亞的這個 截擊犯呢 for trial 到美國去送審 受審 那這樣看起來叫引渡吧 叫引渡 這個 美國跟哥倫比亞簽了這個 引渡條約 這邊沒有講引渡嘛 因為他怕 把答案公布出來 所以大概意思 簽了一個引渡條約 那這樣就可以把哥倫比亞的捷擊犯 從Burgata 然後 在引渡到美國去接受審判 大概這個意思 Olivia什麼意思啊 Olivia是減輕 Accelerate就是加速 加速 像那個油門可以說那個 可以說accelerator 加速的東西 加速器 油門就可以用這個字 當然油門有別的字 Extradite就是 這個字難一點 就是引渡 外交上或司法上常用的Extradite 就是引渡 Display就是驅散 驅散什麼 譬如說一般講說驅散 雲啊 霧啊 風啊 吹啊 把這個雲散掉了 另外 又要浪費 又要浪費的意思 好 所以這樣看起來這幾個呢 所以美國政府將會很快的去引渡 就Extradite 那說將會很快的減輕 減輕就不太對 Accelerate加速 很快的要加速什麼東西 這個 這個 解析犯也不太對 Display的驅散或者浪費也不太對 就是標準答案 Extradite 引渡 把犯人呢 就是 通過引渡條約 經過兩邊的司法單位 警察局啊等等 或FBI 或是聯邦調查局啊 就跟他說 我要引渡你 對方說 喔 根據條約可以有效 我們就把 哥倫比亞的警察 就把那個犯人 帶到機場 然後移交給美國司法單位 你就帶上飛機 我們這邊簽點公司 簽名 表示我給你了 你就引渡回去 British Food就是 英國的食物 所以英國不要講English 要講British 因為English 就是英格蘭的部分 因為 英國還有 還有北愛爾蘭 還有威爾斯 還有 蘇格蘭 所以它四部分組成的 所以我們叫British 就不列顛了 所以英國食物呢 influence Has been influenced 一直以來都被影響 被許多外國 被許多文化 就是法國餐 德國餐 都會影響到 但是這個什麼的meal 什麼的餐點呢 Fried fish 就炸魚了 有炸魚 炸魚 魚片 炸魚 炸魚片 還有chips 薯條 仍然是一個 popular dish Dish也是一個餐點 仍然是這個 很受歡迎的Dish 這種食物 餐點 這個 這個 英國 食物 英國的食物受到外國影響 但是呢 它的什麼食物 它的這個炸魚片 薯條 還是蠻受歡迎 但是應該是英國的啦 第一個Foreign是外國的 看起來不太對 Vegetarian 素食 素食 吃素的 這個Fish 就不是素嘛 這個也不對 Traditional 就是傳統的 英國傳統的meal 這個就有道理了 Exotic是異國的 又不是啊 因為已經被外國影響到 那應該說 那英國本國的一些東西 也蠻正典的 也蠻受歡迎 那應該選Traditional 但是一些英國傳統的一些炸魚啊 它有特色的薯片薯條 然說歡迎我們就選Traditional 對於對於是 因為呢 因為呢 increased computation 一些 日間增加的一些競爭啊 就是來自於這個外國的一些Traditional agency 一些旅行社 旅行的 agency 本來是經紀人 代理人 Agency 本來是說什麼外力施加於什麼作用 本來是那個意思啊 後來變代理人 經紀人 所以来自于外国的这个旅行社的一个日益增加的竞争 LOKO就当地的 当地的旅行社呢 were forced to被迫 这边是用一地过去分尺表示被动 被迫怎么样呢 被迫怎么样的price的价格 package tool就套装形成了 套装形成去吸引游客 他用外国竞争 外国的旅行社竞争压力太大 所以本国的旅行社之号 提高 提高价钱那不通 外国竞争那么大 我们还提高价钱更没生意 Lover就是降低 降低价钱那就对了 只要降价 降价应变 吸引客人 降价 Enlarge是扩大 扩大价钱 这个价钱应该提高降低 怎么可能扩大 不对 Worcent就是变坏 把价钱变坏 价钱没有什么变坏 所以这个也是 这个合理的答案就是Lover 降低 因为压力太大 竞争太大 所以我们知道降价 降价促销 降价吸引观光客 虽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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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这个 那个片语 虽然 一个Rising Population 就人口增加了 And booming economy Booming就是 本来是Booming 就爆炸 Booming就是 很繁荣的意思 爆炸的经济 就是很繁荣的经济 用爆炸来比喻 Booming就是 就是很兴盛的 虽然随着人口增加 还有这个经济起飞呢 都带来了 带来了 Great Benefit 带了许多好处呢 对这个东南亚的 这是东南亚的 东南边的亚洲 所以东南亚国家 这个很多人口日渐增加 经济也日渐 新盛繁荣 The Major Problem 但是呢 什么主要的问题呢 Traffic 交通 人多了吗 经济发展 交通应该就比较 负荷量比较大了 所以交通呢 什么东西 Result 产生了什么作用呢 产生了 然后Leading 就什么东西发生了 然后Leading就造成了 Leading本来是 领导 引导 那也可以说Leading就是导致了 引导了 导致了 Pollution 这边应该加一个Air Pollution 加一个Air比较好 就造成了空气污染 High Delay 就是 就是 因为车子太多了嘛 就是时间会增加 就常常你会Delay 你到一个地方会变得比较 会迟到 迟到的意思 所以这个什么主要的问题呢 交通的Conjunction Conjunction是 我们文法上叫连接词 Conjunction 也是连接的意思 交通的连接产生了 交通连接产生 怪怪 再继续看下去 交通Conjunction Conjunction Conjunction就是堵塞了 我们说吃东西啊 就吃饱了 好像吃太多了 肚子好像阻塞了 也可以用 然后那个交通阻塞也是一样 这个阻塞 交通阻塞这个答案是完全合理 Intersection就是实施路口啊 交通实施路口产生的这个也不太对 Connection也是连接跟Conjunction 意思差不多连接啊 这也怪怪 所以那就是主要的一些交通的堵塞 Congestion就是堵塞的意思 好我们整个念一遍看 Even the rising population and booming economy has brought great benefits to South and East Asian countries The major problem of traffic congestion the major problem of traffic congestion has resulted leading to population delays 所以这主要的交通阻塞的问题就发生了 然后造成了空气污染 还有这个 大家那个上班迟到啦 就是花的时间更多 容易堵塞容易迟到 这样就很合理啊 这样我们就把这几个 每一季讲舞题 把它一时讲清楚 为什么选这个答案 我们把它讲透透 这我是三个YouTube频道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一集讲到这里